欢迎来到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本单元是全球化下的人权问题 这次不是要讨论什么是人权咯 学习重点有三个 第一,认识当今的人权问题 第二,了解全球化下人权问题产生的原因 第三,对于人权问题产生反省与思考 也就是同理心啊 这是课本上的一段内容 我们可以看见 儿童、妇女、离乡背景的移民和劳工 还有最近常听到的难民等弱势族群 他们的人权容易被侵害 那么,这些族群究竟遭遇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一站 非洲 非洲东部盛产咖啡豆 西部是可可豆 它们分别是咖啡和巧克力的原料 每年巧克力的经济收益高达5400亿台币 咖啡甚至高达1.6兆台币 哇哦,那么种植这两样作物的农民 一定很赚钱咯 不,不是的 这些地区的孩童们尚不了学 贫穷使他们成为了童工甚至是奴隶 啊,为什么能生产那么有利润的东西 人们依然贫穷呢? 因为层层的剥削 我们以咖啡为例 咖啡的生产过程中 经过多次的转手买卖 剥削从这里开始 假如一杯咖啡100元 在100元的咖啡中 55元分给了咖啡制造商 25元分给了超商 10元分给了收购咖啡豆的商人 剩下的10元才分给多位农民 因此农民非常贫穷 又因为当地内战不断 使他们更加贫穷 因为贫穷 当地孩童成为了童工或奴隶 又因为他们是儿童 所以受到许多侵害 例如一天平均工作是2小时 饿肚子还要工作 又或是工作中遭到殴打和虐待 领着不到台币10元的工资 甚至没有工资 工作环境恶劣 容易生病受伤 生病了还会被丢到一旁 连医院都去不了 同样的问题 我们来到中部非洲的钢果 钢果生产磕炭矿 是智慧型手机的重要原料之一 当我们开心滑着手机时 钢果的儿童正拿着锄头 在围线的矿场工作着 加上非洲内战不断 民兵团控制着各个矿场 在争夺矿场时 儿童容易受到波及 儿丧命 而且工资一样很低 因为他们将工作好几天 所得到的磕炭矿 只用一公斤200元卖给了民兵团 但民兵团却可以以一公斤4万元台币 卖给手机制造商 所以当地孩童们的人身安全 还有受教育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制造和使用这些产品的都是欧美国家 而生产原料的农民根本没有吃过或是用过这些产品 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非洲农民不种植生活必须的粮食作物 而种咖啡豆或可可豆等经济作物呢 因为欧美国家将工业所得的资产 用于补贴种植粮食作物 并且大量卖到非洲 当地的粮食作物因为数量变多而价格变低 使农民种植粮食作物赚不了钱 只能种欧美国家所需的经济作物 又因为当地缺少技术和干净的水资源 必须依赖欧美企业因此剥削不断 由于层层的剥削 使得农民生活非常贫穷 因为贫穷 儿童外出赚钱成为童工 无法接受教育 如果没有接受教育 对于讯息与权益毫无概念 使得他们长大以后还是受到剥削 从此恶性循环没有停止的一天 那么为什么非洲地区战争不断呢 是因为他们是好战民族吗 绝对不是的哦 我们来看看非洲地图 地图上有些国家的划分很特别哦 我看到了他们的国界都好直 好像是用纸和笔画的耶 没有错 19世纪时英、法、美、德等欧美国家四处占领非洲土地 并私下在地图上开始用笔画分国界 在画分国界时完全没有参照种族地形的原理 全是依照各国的利益需求而划分 像是香料在哪里 矿产在哪里 所以不同族群的人被分到同个国家 冲突必定会发生 战争自然会产生 哦怎么又和欧美国家脱不了关系了 接着我们回到了台湾 这是台湾报纸的标题 印尼拟禁女工输出 台湾外劳恐短缺 我国逃逸外籍劳工人数达4万人 为什么外籍劳工们要放弃原本的工作成为非法的逃逸外劳呢 我知道 因为工作环境不佳 外籍劳工多半从事的工作是台湾人不想做的 像是高危险 高工作量 低报酬的工作 还有还有超量超时工作 一天24小时随时待命 家庭贪户往往住在雇主家中 因此上下班时间模糊 只要有事情就必须上工 我们没有很完善的全力保护 图片是外籍劳工众界广告 可以看出差别待遇 薪水低的2到3倍 还可以要求工作24小时 所以咯 外籍劳工众界由走法律边缘制定的各种剥削契约 但是我国并未针对问题进行法律修订 反而要从更落后的柬埔寨 缅甸等国家 开放外籍劳工填补未来的空缺 外籍劳工问题便会一直存在着 接着我们来到了位于中东的叙利亚 近几年叙利亚内战不断造成许多伤亡 内战开始于2011年 原本是因为民众抗议当前总统阿塞德政府 接着政府展开武力镇压 民怨沸腾 导致武装冲突内战爆发 假如我们是叙利亚人民 我们会面临到 我知道被战争波及而丧命 还有还有战争使我们失去家园和亲人 还有许多儿童会变成同兵上战场 因此他们的生存权和受教育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那么顺利逃离叙利亚成为国际难民能幸福吗 不不行 因为在逃亡途中可能遇到意外 像是传难 顺利逃到其他国家也会因为文化和语言的不同而找不到工作 例如从医生变成工人 此外因为文化和语言的不同 容易受到当地人的冷落和歧视 没错 所以国际难民的生存权和被公平对待的权利都受到剥夺 看来停止战争是最好的方法 那么为何单纯的内战无法马上结束呢 是因为宗教的问题吗 还是国家间的利益往来呢 我觉得和国家间的冲突也有关系耶 对的 我们也来一探究竟吧 区利亚政府和反政府的人民虽然都信奉伊斯兰教 但是教派却不同 分别是什叶派和逊尼派 而反政府人民中的激进分子又组成了伊斯兰国 微奇怪了 人民的武器是从哪儿得到的 好问题 内战开始后因为教派不同 伊朗和沙乌地阿拉伯分别提供武器给双方 赚取大笔利益充足国库 而美国高喊捍卫民主自由 反对他们认为是独裁的叙利亚政府 卖武器给反政府军同样充足国库 俄罗斯呢 因为害叙利亚政府有石油的往来 加上与美国不合 将武器卖给双利亚政府一样充足国库 所以这场内战的背后充满了宗教 利益挂钩以及国家界的不合 天哪 怎么又和利益有关系啊 利益的影响还不止如此呢 为什么中东地区也战争不断呢 绝对不是好战咯 我们来看看中东地图 喂 好像在哪里看过耶 我知道了 和非洲好像哦 国界都好直 Bingo 他们的遭遇和非洲国家是一样的 哎呀 又和欧美国家脱不了关系了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 虽然欧美国家最频繁站出来 提倡这些族群的人权 但是 当人权和利益冲突时 利益往往排在前面 使得刚才介绍过的非洲农民 我国的外籍劳工问题 还有叙利亚内战 都因为背后的利益操控而无法解决 什么 利益在国家竟然比人权维护还重要 所以咯 大家透过这次的教学 认识当今全球化的人权问题 希望大家多一份关心 多一份关心就多一份力量 我们可以避免使用非洲冲突矿石所产的手机 选择公平贸易经营的咖啡 此外 我们也要了解人权问题背后的操控者 有时高喊捍卫人权的一方 总是造成人权问题无法解决的一方 最后呢 有两个延伸问题想让大家仔细思考 第一题 第一题呢 大家可以从什么是公平贸易 还有如果你是厂商 在都想赚取最多利益的情况下 是否有合理价格的买卖呢 第二题 这一题呢 大家可以从是否与先前的殖民有关 货事和经济上面的往来有关系 又或是和国际关系有关呢 大家一起来想想看吧 本次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 鼓励大家继续观赏其他的教学影片